华为好消息不断 但华为的挑战也是层出不穷 现在华为又成了头号敌人 美国英伟达开达价格战 大幅下调了GPU芯片的价格 剑指华为升腾人工智能芯片 英伟达是全球人工智能芯片的顶级巨头 最近在中国市场上就放出了大招 下调了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人工智能芯片的价格 比华为升腾910B便宜了10%以上 英伟达想通过价格战 来抢占中国市场的市场份额 挑战华为的地位 英伟达的目的能达成吗 绝不可能 英伟达H20的芯片虽然价格低 但是在性能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 H20芯片是英伟达H100GPU的简化版本 它的AI算力只有H100的15% 综合的性能指标也不如华为的升腾910B 除此之外 中国高科技制造对于任何英伟达 等美国的芯片供应链 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为这老美是动不动的就一纸禁令 这么的不讲武德 任何企业都受不了 所以市场就预测 华为今年将大幅度增加 升腾910B芯片的出货量 国产芯片自主化的大趋势 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任何企业和华为之间的AI芯片大战 事关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胜负前景 因为算力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战役 现在终于正式的开打 任何企业降价占华为 让芯片市场纷纭在起 华为能够再一次的披荆斩棘再下一成吗 答案是一定的 从5G领先全世界到手机芯片的不断突围 什么麒麟9000S 麒麟9010 麒麟9100 再到华为的智能驾驶 手机操作系统鸿蒙 那么AI芯片等等 华为可以说是关关难过 关关过 这一次也一定能够战胜英伟达 英伟达在中国卖的H20芯片服务器 它每一组的价格大概是10万元人民币 一台服务器搭载了8组的H20芯片 售价在110万元至130万元人民币之间 而英伟达H20芯片 还是在美国出口管制禁令之下 为中国市场所推出的低性能低版本的产品 这也难怪 英伟达最新的财报是大赚特赚 那么英伟达的股价上涨 它的老板黄仁勋呢 身价也是暴涨 英伟达H20芯片 基于英伟达H100GPU的简化 内存容量96GB 运行速度4.0T 那么运算的能力达到296 性能密度是2.9 而相比之下呢 H100芯片的性能则为更强 拥有80G的内存 那么内存的频宽达到了3.4T 运算能力高达1979 性能密度更是高达19.4 所以综合下来呢 H20的AI算力大概只有H100的15% 它的综合性能不如华为升腾的910B 华为计划在今年呢 大幅度增加升腾910B芯片的出货量 同时要确保在关键的性能指标上 要优于美国英伟达的H20 在此基础上再发布一个性能更加强大的 华为升腾920人工智能芯片 那么到时候呢 可以说是就有好戏看了 毕竟这个国产5纳米芯片工艺的加持 再加上中国芯片产业的先进分装技术 总体的算力水平 有望大跨步的向前迈进 2024年的下半年 英伟达低规格版本的芯片 计划将有近100万片的H20运到中国来销售 那么到底这些芯片会卖给谁呢 英伟达开始通过这种价格战 来和华为搞竞争 大家觉得中国市场的客户 会愿意去买英伟达的阉割版本的芯片吗 我倒是想去看一看 有哪个厂家会买单 去帮助英伟达来消化这些二等芯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